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425页 我们今天开始研读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这一品是在《法华经》的《流通分》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品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上一回已经把这一品的科判也给大家捏了一遍 今天呢,还是请大家把这个奖表带来的话,就拿出来我们对照的看一下 没有带来的话,看后面有没有,就拿一份 如果后面没有的话,那么自己再跟企业都看一张,两人共同看一张也可以 所以,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这个科判里面就讲二番问答 二番问答就两次问答 两次问答呢 第一次的问答 里面有总答,里面有总答,有总答也劝公养 那么科判里面 那么科判里面,总答的时候 第一次问答啊,就是问的啊 大悲啊,大悲啊 大悲啊,大悲啊,大悲啊 大悲的这个,这个拔苦啊 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是大慈大悲的 所以,在第一次问答的时候啊,是以大悲心救苦为重点 那么就是,就问的在经文里面 是啊,对于世间的,一切众生的苦恼 都能够得到解脱 就是第一次问答,就是第一次问答里面 这个重要的意思 第二次问答的时候呢 是大慈为主 大慈是与乐 与众生的一切乐 那么,与乐就是说 以大慈啊 给一切众生啊 给一切众生啊 说法 那就经文里面所讲呢 愿意和尚得度 即现和尚而为说法 这就是,与一切众生的这个,这个乐的 所以,两番问答的重点 就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 分前后两次的问答 在经文里面呢 在经文里面呢 是这样呢 把这重点说出来的 观世音菩萨 那么,用大慈大悲 所以,把一切众生的苦 与一切众生的乐 这个不是普通菩萨能够办得到 这个要讲到 那么,观世音菩萨 他本地的那个成就 本地怎么成就呢 他就成了佛 早就成佛了 那么,这里就是诸解讲出来的 《千手眼大悲经》里面讲 观世音菩萨有这个不可思议的未神之力 有这种未神之力 给众生八苦逾乐啊 就是因为他在过去 无量劫以前 已经成了佛了 成佛的名呢 在名号啊 叫做正法名如来 正是 很端正的正 法也是佛法的法 名是光明的名 正法名如来 他成佛 以他大悲的这个愿力啊 来 同时要 与 与 众生的一切乐 就是啊 来 现身为菩萨 把 已经成佛的这个佛的身份 把他 把他隐藏起来 显出来的身份 就是菩萨 就是光世音菩萨 这是他 这个 与他的愿力 那 信菩萨身的 还有 灯眼间里面讲 灯眼间说 光世音菩萨 耳根远通的 光世音菩萨在灯眼间里面讲 他说 他说他在往昔 在 过去啊 无量无数的 恒河沙杀戒 那个时候 有一阵佛 出现在世间 那个世间 什么 都远呢 无量无数 恒沙杰戒 那么远的世间 在那个时候 有一阵佛出师 叫做 观世音 他在那阵佛面前 发愿 发愿呢 要度化众生 发了大慈大悲的这个愿 那个 观世音菩 那阵古佛 就跟 这里讲的 观世音菩萨 授记 给他授记啊 将来成佛 也叫观世音 名号也叫观世音 这是灯眼经里面 观世音菩萨自己说的 由这看起来 观世音菩萨 他早就成佛了 后来 他以菩萨身份 到俗佛世界来啊 在这个西方 西洛世界 帮助 阿弥陀佛 来教化众生 也帮助 阿弥陀佛 从十方世界 来 代替阿弥陀佛 来 接引众生 那么这是在灯山会上 在灯山会上 在灯山会上 这个观世音菩萨 就是 在这个 释迦牟陀佛 在灯山会上 他来参加 这个 帮助 帮助释迦牟陀佛 帮助释迦牟陀佛 有相法时期 有 末法时期 那么 观世音菩萨 在灯山会上 一直到 经过这三个时期 观世音菩萨 都是用 他这个 大慈大悲的这种 不可思议的这种 这种 威力 来教法众生 教法众生 不止 在释迦牟陀佛的当时 释迦牟陀佛灭度之后 正法时期 相法时期 现在都是末法时期了 末法时期 到最后啊 遇到后来啊 众生的苦难愈多啊 那么这个菩萨 观世音菩萨 发挥的八苦愈乐啊 用的这个 这个 尾身的力量呢 用的愈多 所以这一篇在这里面 放在流通 部门的这一篇呢 就是重要的意思 是叫我们学 法画经的人 读了普门品 就会得到 观世音菩萨 来护念我们 不但现在 未来 有这个普门品 凡是能够 读到这个普门品呢 就会 得到 观世音菩萨 来护念他 有菩 他能够把 有罗 他能够给予 这是个 开始的一个 重要的 一个意义 现在我们就看 观世音菩萨 这几个字 也就是 这一品的品 品题 观世音 我们这是简单的讲 如果要是 详细的讲 详细的讲啊 每一个名词 一开出来 就十部门 十个部门 那 不是这一两个小时 能够讲的完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 采取简单的讲法 把其中呢 最重要的 也就是我们能够 听得 能够听得清楚的 我们把这一部分 来讲 讲一讲 先看 观世音这三个字 观 就是单讲啊 单讲是一个字一个字讲 知诊大师讲 有双讲有单讲 双讲就是 这个 把菩萨的 和这个 另外这个 一个意思 对照的来讲 我们这里是讲 观世音 单讲 写观这个字 观是什么呢 是 能观的智慧啊 叫做能观之知啊 那么就是 恐怕我们 对于能观之知 这个知和不了解 所以在他 加以注解 就是他说 就是 一心 三知啊 在菩萨 一心之中 就有三种 就有三种智慧 那么这个 因呢 就是 世音这两个字 世音呢 是 俗观之经 是 观世音 俗观的 一切的境界 这个境界啊 这个境界啊 就是讲 就是 世法界的根基 在世法界的呀 学佛的人呢 这个 根基啊 根基就 上中下 不想等的了 那么 世法界的根基 就是 世音就指着 这些 观世音菩萨 俗观的 这个 世法界的根基 那么 这些根基 包含的太广了 先讲这个 一心三知 一心三知啊 这是讲菩萨 而且 观世音菩萨 是成佛的菩萨 他有三知 我们 都是 凡夫众生 我们心中哪有智慧啊 比如说三知 一知也没有啊 菩萨 这个三知是什么呢 孔甲中 就是 一切知 道种知 一切种知 一切知啊 那 这个 生文言诀 他能听得懂 所以他 闻到 观世音菩萨 这个音声啊 二臣菩萨 二臣这个 佛提子 他 他 他 知道 万法皆空 就是一切知 一切知 一切知的空 空 这一门 菩萨呢 闻到佛 这个大智慧啊 万法一切 这些 差别的 千差万别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相啊 菩萨 了解 这叫 道种知 菩萨这个道啊 种种的啊 不止 不止一种啊 他 他 对于这个 观世音菩萨 这个三种知中啊 他能了解 道种知 一切种知呢 那是 智慧更高的了 原教菩萨 他这个 讲到 一切知 道种知 都能融合起来 无 融合起来无 无就是一切种知 一切种知就是 中道 那是在天台宗里面讲是 空家中啊 空家中啊 三种能够的智慧啊 空家中 三种 三种佛的这个菩萨智慧 对众生来讲 就是 就是 三知三观啊 国内三种境界 这是讲这个 观世音 观世音是啊 能观世音是 菩萨的一心三知 在一心里面 菩萨一心这三知啊 不是分开的呀 他这个 在菩萨一心之中 三知圆融的 能够分开来讲 能够分开来讲 就学的人来讲的 学的 生活面觉 只能了解空 所以他是 是一切一切知 菩萨只能了解这个 道种 差别知 实在在这个佛这个智慧上啊 他是一体的 应用在一起 他来度化众生 哪一类的根基的众生 哪一类众生啊 就是分别得到 观世音菩萨 这三 这三种分开来讲 这三种智慧 菩萨本身 这三种智慧 是一体 这个 观世音这三个字 观是能观之之 世音是十法界俗观之精 把这个能观俗观合起来讲 我觉得观世音 可见呢 观世音他的智慧 可以观照一些了 俗观的精是 偏十法界都有啊 十法界 前面九法界 大家好懂啊 第四个佛这个法界 也是在观世音菩萨 俗观的境界之中 佛的法界 为什么也在 菩萨俗观的这个境界之中呢 就这个 原教菩萨来讲 到了出著的地位 他就能够啊 正到一部分法身 人 出诸余上 诸就识识啊 识识 识心识会相 识地 这四十个菩萨的地位 那么到了等觉 或者是四十一位 换句话说 修菩萨道 严教菩萨 到了 登上出诸的地位 一直到这个 等觉菩萨这个地位 在入定的时候 那当然都是 全体都在 进到法身了 等觉菩萨 出了定的时候 他还有 违惜的那个 无名 违惜的 那种的苦恼 还有的 那么这里讲 总是讲 观世法界的根基 世法界根基 在佛法界之中 那么就是 正道一部分法身 就算是 佛的法界了 那么佛的法界 除了正式成佛 把所有知末无名 根末无名 全部破除干净之外 那是正式成佛了 等觉菩萨 还有违惜的那个无名 有违惜的无名存在 他就有命不了 还有苦恼 所以总是讲 所以总是讲 十八戒根基 下面讲 菩门 菩 先解释这个 字的意义 菩是 普遍 门是能够 通行的 这个通 菩门 是 普遍的能够 通达 就这两个字 菩门这两个字 除了从文字的解释以外 详细的内容 天台中的祖师 把它分开来讲 有十部门 这个十门 比如说讲内容了 就讲出那个名词 也就不很简单 开头讲 慈悲 慈悲的 仆门 到最后讲到 成就众生 之仆门 终结一句话 天台中的祖师 讲 这个十门 以一十项 开出 十个谱门 这个门 开始只有一个门 十项门 这个十项门 就是真如本性 以十项门 开出十个谱门 那么我们这里 不要把 也不需要把 这个十个谱门 都来研究 那么各位有兴趣的话 在另外找时间呢 把天台中祖师 注解的 这个诗嘛呢 你都详细看 这是很好的 但是在这里 我们呢 这个 不必花很多时间 饿药的 饿什么药呢 就饿这个 以 一个十项门 这个最重要 开出十种 这个门来 那就说 在 普门评里面 这个经文 随便在哪里讲 观世音菩萨 木化众神 来观察 十八戒众神的根基 都是 从那个 一十项门 出来的 所以这个 一十项门 我们只 讲到一十项门呢 就 把握到这个 要领了 由这个一十项门 来 引读 这一品的 这个经文 处处都是啊 你 是 这是 由这个 原教菩萨 来 研究的话 无论 哪一句 经文 都是 菩萨 从这个 一十项 里面 用出来 从一十项 用出来的话 那我们呢 知道 菩萨 到世间来 八苦 娱乐 九苦 九难 要讲感应 感应 感受我们众生的根基 应识菩萨 马上就来答应 那么我们众生的根基 要感到菩萨来应我们的话 那么据要了解 菩萨用的都是 都是这个 世相 那我们要感复在 内心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 不要其他的杂念 就用这个 与世相 相符合的 这个心 来 引渡这个 对凭 那么要问 我们凡夫众生 怎么能够 与这个世相相合呢 就学 原教菩萨来讲 我们这个 公共进行的 来念 普文评这个经文 念一句 观世音菩萨 就在 公进 这个意念之中啊 我们这一念 就是跟那个世相相合 所以一个 叫不可思议 就在这里啊 我们现在看经文 儿时 儿时无尽一菩萨 即从坐起 偏袒右见 合掌向佛 而作诗言 世尊 观世音菩萨 一何音乐 明观世音 先看这个儿时啊 儿时是 这是什么时候呢 天台宗的祖师说 前面 是释迦牟尼佛 向这个东方啊 放光 说东方菩萨 是前面讲过的 那么说到东方菩萨 说完了 然后再说 西方菩萨 这个观世音菩萨 就是西方菩萨 就在这个时候 东方菩萨 说那个世纪 说完了 西方菩萨 开始就说 西方菩萨 这个时候 叫儿时 那么这个 天台宗祖师啊 就在儿时 这两个字上面呢 就叫 四西坛 东方菩萨 说完了 说西方菩萨 就是世界西坛 这时候呢 东方菩萨 生善 菩萨 到世间来 斗化众生啊 这是善行啊 也就叫众生呢 能够启发善行 东方生善我了 这时候 西方的生善的时候 就是为人西坛 下面不必 不必说了 这个时候 这世间又站得多 就是 儿时这个时候啊 就是四西坛 四西坛呢 包括佛所说的 全部的法门 所以儿时有这个含义 吴敬义 吴敬义菩萨 吴敬义是最尊菩萨的别号 为什么叫吴敬义呢 按照祖式注解啊 引用 很多这个 大经大论里面 讲的意思也很多 简单恶要的说 吴敬义啊 是悲心 吴敬义啊 因为这是 第一次问答了 第一次问答就是 八主啊 大悲心的八主啊 所以由这个吴敬义菩萨来问 吴敬义菩萨 他是 悲大悲心是 没有 没有尽的 而 观世音菩萨在 第一番问答的时候 他就用了 大悲心 把众生苦 所以吴敬义的法门啊 他是跟 观世音菩萨 吴敬义菩萨 这大悲心向河 就 志同到河 所以他 由他来问啊 也就是这一篇 他是当机中 由吴敬义菩萨来问的 是这个意思 吴敬义菩萨来问的时候 也要有 这个理啊 吴敬义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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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我们普通人呢 向人家请教 提出问题来 假如说这两 你问的人 你想问的那位 善知识 你问的时候要起来 这是一个礼仪 这是一个礼仪 偏袒右肩 偏袒右肩 就是 为什么偏袒右肩呢 把这个右肩偏袒露出来啊 表示用右肩偏袒 表示用右手啊 来 伺候掌扎 我们讲的这个儒家的学问啊 示示啊 在家里讲示父母啊 示去做事情示啊 偏袒右肩 这是对佛来讲的 就准备来 替佛来做事情啊 何掌相佛 何其掌来 然后 而做事严 才提出问题啊 吴敬义 急从做起 这就表示 恭敬 恭敬非常重要 过去 学路老人 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 引用 英光祖师所讲的 说佛啦 又是有人要问 说佛有什么秘诀呢 祖师说啦 修佛没有秘诀 如果你一定要问 修佛有秘诀的话 那就恭敬 这个还加上一个成心啊 一个是恭敬 一个至成的心 这就是修佛的妙诀 也归是秘诀 那么这就是啊 无尽异 菩萨从周围上起来 表示恭敬 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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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意思 是表示恭敬 下面分开来讲 你在哪些方面表现恭敬呢 偏袭 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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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肩 把这个右 这个 露出来啊 那 那 是啊 准备 替佛来做事情呢 就是 身功敬 不但佛法如此 我们 儒家的 学问 也是如此 儒家 学问 叫这个礼啊 右边 右手 这个衣服 这个修子 要短一点 为什么 要短一点呢 准备为长者做事情 这就是身 身体的 身的 恭敬 合掌 相佛 合掌就是 两手 合起来啊 这表示什么呢 合掌相佛啊 表示一心 表示一心呢 就是 心 恭敬 而作 誓言 世尊 就是 一言说话 先 成乎佛 成乎 世尊 这是什么呢 口啊 成乎 世尊 就是 用口里 说出来啊 口无 公斤 这三业 三业公斤 三业公斤 就是分开 就 集中 做起 那是 总说一句 公斤 分开的 身口 也三业 都要这个 一心 公斤啊 所以 英公 总是讲 佛法 要向 恭敬中求啊 那我们在道场里面有 有佛像 有菩萨像 我们当然要恭敬 自己家里供的 有佛像 有菩萨像 也要这样恭敬 那么这个 这是讲这个 开头这个 三种恭敬的礼仪 下面就问了 吴敬仪 菩萨就问了 观世尊 菩萨 一何因缘 明观世尊 这是 吴敬仪 菩萨 请问 向 释迦牟尼佛请问 吴敬仪 菩萨 他知道 观世尊菩萨 他早就成佛了 既然早就成佛了 为什么 用观世尊 用菩萨的这个身份 用菩萨这个名 来到世间 而不叫做佛 这就是 就是观世尊 观世尊菩萨 陈佛 陈佛 他名叫做 正法名如来嘛 而现在讲是 观世尊的 吴敬仪 菩萨 问这十个意思 陈佛 就伟世尊来讲 就伟世尊来讲 转世成知 最大的就是 这个 把这个 八世 大运精知 转成四知 那么 最大的这个智慧 就是 大运精知 这根本 转成大运精知啊 就是这里 前面讲的 一心三知啊 一心三知啊 三知就是大运精知啊 观世尊菩萨 既然成佛了 他就有大运精知 你这个 大运精知啊 是佛的境界啊 那么这是 吴敬仪菩萨 替一般人问的 佛的境界 由这个大运精知 菩萨 怎么当得起啊 将一心三知 菩萨怎么当得起啊 这个只有佛的境界啊 所以问呢 以什么音乐 称呼他 观世音 也就是说 最尊菩萨 最尊菩萨 以什么音乐 能够用他的大运精知 来观察世界 佛高 无尽一菩萨 文是观世音菩萨 一心成名 观世音菩萨 即是观其隐生 皆得解脱 不再来 无量百千万亿 百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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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一阵法界,一阵法界是偏一切处 再讲好懂一点,尽虚空偏法界啊,这些众生啊,都是观世音菩萨要度化的众生 受诸苦恼,文是观世音菩萨,受诸苦恼啊,就是尽虚空偏法界的众生啊 他们受诸苦恼,一闻到最正观世音菩萨,闻到观世音菩萨不容易的 一般人,连国世音菩萨的名字啊,都闻不到啊 能够闻到最正菩萨的名字,是一个大的福报啊 为什么呢?闻到菩萨的名字,心中有任何苦恼,受诸苦恼 众生在世音菩萨的众生啊,无论哪一类的众生 六道法无众生不必说,那是苦恼无边的啊 私生业的众生也有苦恼啊 一层一层的啊,都有苦恼啊 这些众生呢,受着种种的苦恼,闻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 闻到这个名号呢,一心称名 一心称名就是称谓啊,称呼啊 称呼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 观世音菩萨及时观其音声 即时啊,这个即时,即是重要 就在众生呢,一心称名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在这个时候,观他的音声 观世音菩萨一观音声啊,皆得解脱 所有的苦恼,得得解脱 苦恼,众生苦恼从哪来的啊? 过去到现在,过去是到这个未来,而是啊 那么这个,遭遇这个苦,闻到观世音菩萨名 现在这一城市,文明就是一个善行起的作用啊 那么,这个善行起的作用到未来,善行还在起作用 所以,遭苦,是两个时候 这个苦,苦是一个苦报啊 过去,众地人现在说的苦果啊 这个苦果还不算未来还有啊 所以,二是造的苦,就是恶的 文明呢,现在文明是个善 未来还管用,就是二种善 这连中善呢,有诗,有礼 详细地讲 诗就是啊,礼上面,恭恭敬敬的 礼上面呢,就是悟到这个诗相 诗相啊,然后闻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啊 在诗上面,一心那么恭敬 在礼上面呢,心里就起了那个诗相的作用 就是啊,一心成名 这个一心成名啊,才能得到感应 观世音菩萨即使关起因神节的解读啊 就在终身一心成名的时候 甚至没有出声音,心里起了这一念的时候啊 观世音菩萨就知道 为什么呢? 观世音菩萨就大愿精致啊 大愿精致跟法神一样的无处而不在啊 所以,众生心中起了一念 成名更好 那菩萨就在那个时候 就来感应,就是因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法神无处不在 报神、印神也是无处不在的 所以感应的那么快 一心成名最重要 那个最重要的道理 成名的时候 然后,菩萨就是那个运的时候啊 感应同时的啊 运离就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大愿精致啊 十八节 他都在那里关照 心中任何一年起来的时候 就在一年起的时候 他就找到了 在找的时候 苦恼就解脱 别动了 别动了底 那今天就研究到这里为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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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